这支影片要讲的是根式的乘法 那我们现在有看到三道题目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哦 那首先第一个是最左边这一个 3根号2乘2根号3 那请一定要把它想成3根号2 就是三个根号2 就是3乘根号2的意思 而后面这个2根号3 意思也一样 就是2乘根号3 两个根号3的意思 所以大家都是乘都是乘在一起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调整 就是3乘2乘根号2乘根号3 那这边32很明显326 然后这里根号2乘根号3 那根号呢如果遇到是乘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合并 所以把2跟3合并起来 所以2乘3等于6 那答案就是6根号6了 那因为这个6是没有办法分解的 因为分解也没有办法开这个根号 所以呢我们就保留答案是6根号6 那现在我们来看隔壁的中间这一题 根号3乘根号15 所以呢根号3跟这个根号15呢 如果分开来看 它是都无法开掉它的这个根号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将它合并先 3乘15 那3乘15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15我们可以稍微分解 那我们分解了过后呢 我们发现其中一个 其实是3 15它其实是3乘5来的 15呢它其实是可以分解成3乘5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有3乘3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整理 OK把它整理然后写成 根号3平方乘5 那这边就可以把根号拆开来看 所以根号3平方乘根号5 最后我们拿到根号3平方 可以开掉根号拿到3 然后这个呢剩下的 根号5 那答案最终就是3 根号5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题 不是是这边的最后一题 第三题哦 那这里根号2括号 根号6加根号10 它的意思是根号2乘 根号6加根号10 那这里呢做法跟第一章一样 OK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东西 它有这么多 有一个盒子 然后盒子里面有两样东西 分别是根号6加 然后第二个东西是根号10 所以要做的事情是 你要知道有根号2个 根号6 还有根号2个 根号10 所以做法应该是 根号2乘 根号6 加 根号2乘 根号10 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 合并了 先合并了 2乘6 而隔壁这个就是 2乘10 那这边我们发现6可以分解 10也可以分解 那6呢我们可以分解成 2乘3 而10的话呢 我们可以分解成 2乘5 那最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两个2乘在一起 所以它其实是 2平方乘3 而隔壁的这个同样 2平方乘5 那我们就可以分解掉 这个根号 所以是根号2的平方 乘根号3 加 根号2的平方 乘根号5 那结果就是 这里可以开掉 可以开掉这个 根号了 所以答案是2 根号3 这里一样 2 根号5 好 讲完简单的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 比较复杂的题目 OK 所以现在我们进入到另外一题 是 2乘 哦 不对 所以是 2 根号10 减 根号5 然后再乘另外一组 是 2 根号2 加1 那这种题目呢 我们呢 就是 把它当成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 多项式 乘多项式来做 所以呢 首先就有这个 2 根号10 去乘 隔壁的 然后呢 再来用 负 根号5 去乘 隔壁的 那结果呢 就是 2 根号10 乘 2 根号2 加1 然后 减 然后减 根号5 乘 2 根号2 加1 那这边就等于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跟刚才一样了 所以就有 2 根号10 乘 2 根号2 加 2 根号10 乘 1 而这里呢 就是 负 根号5 乘 2 根号2 然后 减 根号5 乘 1 好 那这边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处理 那这里呢 首先 2 根号10 乘 2 根号2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2 乘 根号10 乘 2 根号2 我写到旁边啦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2 乘 根号10 乘 2 乘 根号2 所以呢 你这里可以拿2 乘2 先拿到4 然后呢 里面的这一个呢 就剩下 根号10 乘 2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跟它写成 4 根号10 乘 2 OK 而隔壁的这一个 一样咯 OK 加 2 根号10 因为只有一个2 根号10 就是乘一个2 根号10 就答案是2 根号10啦 而隔壁这个 OK 一样的道理 这里是 大概一个2罢了 所以我把2写出来 然后根号里面 有的是5 乘2 OK 而这边呢 照就 因为是 根号5 乘1 所以就剩下一个 根号5 好 那这边我们 回到第一个 4 根号10 乘2 那这里呢 我们发现 10 可以分解 分解了过后 就有5 乘2 乘2 我们就可以凑到 2 2 平方了 然后隔壁这个 2 根号10 嗯 没有办法了 担到一个10 我分解了 也没有用 然后隔壁的这个 减2 5乘2 等于10 所以这个 也是根号10 然后减 根号5 好 那接下来 那这边呢 看到2乘2了吗 你就可以跟它 整理成 2平方乘5 然后这边 2根号10 减2根号10 就两个根号10 再减掉两个根号10 就没有根号10了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写了 它等于0 OK 这两个东西 我写在旁边 2根号10 减2根号10 我拿的是0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写了 好 那接下来 后面那个 减根号5 就要造写 那 接下来呢 这个2平方 我就可以 分开来了 我把根号分开 所以2平方 就是 开掉根号 根号2平方 就开掉根号 就拿到2 所以这里是4乘2 根号5 再减掉根号5 所以428 那现在有8个根号5 再减掉一个根号5 那答案就剩下7个 根号5了 那就是这样子做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真正的最后一题 好 那这一题的题目是 2 根号A 加 根号2B 然后乘 2 根号A 减 根号2B 那你现在有发现到 首先呢 两个括号里面的东西 都有2 根号A 然后都有 根号2B 然后中间呢 是一个加 一个减 那这里呢 你要马上 马上想到 你可以用公式 平方差公式 也就是 A加B 乘 A 减 B 你会拿到 A平方 减 B平方 请一定要记得这个公式 所以呢 你可以把那个 黄色highlight的 2根号A OK 把它当成是A 所以就是 你可以直接写 它等于 2 根号A的 平方 然后接下来 根号2B呢 一样把它当成B 所以就是 套用公式 写成 根号2B的 平方 而中间呢 记得一定是减 OK 一个加一个减哦 那接下来 这边我们就可以 开始看了 所以这个平方的话呢 就是 它等于 2的 平方 乘 根号A的 哦 不对 因为其实这个不是 重要的步骤 我把它的解释 写在旁边 那 首先呢 2 根号A的 平方 意思就是 2的平方 乘 根号A的 平方 OK 所以其实呢 这个2平方呢 你可以直接写4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写4 根号A的 平方 而这边隔壁的就比较简单啦 因为根号平方 直接抵消哦 所以答案直接写2B 而接下来呢 这里根号A平方 一样 根号A平方 就是根号平方抵消 所以剩下4A 减2B 那这个就是答案了 所以如果遇到 这种A加B A减B的话 可以直接套用公式 那就会变得很简单 好 这个视频就讲到这一边 感谢观看